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调一下味道 我们进行腌制 一定要给搅拌均匀 就这么简单 我们把它放在一旁 那现在我们先切蒜头 把它切成小块之后 放入碗中 把辣椒切成小块 放入碗中 那好像我们切姜片 姜片先去皮 将它切片 一样把它放入碗中 好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肉已经也腌制好了以后 我们也把配料给切好了 那我们先爆香那些配料先 爆香了以后呢 我们就把肉倒进去里面炒一遍 炒至它的肉有点熟 这样就可以了 加入清水 盖过肉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就加入我们的主角 黑啤酒了 我们打开 倒入 这个要看你们喜欢喝酒吗 如果喜欢一瓶都可以 如果不喜欢半瓶就可以了 那我是放七分啦 搅拌它一下 那我们现在就进行调味 酱青六汤匙 倒入冰糖 加糖 两个dsp 再放少许少许的盐 晒油 放两个汤匙 调色就好了 调好所有的调味料以后呢 打盖给关上 焖制20分钟 在焖制的过程当中呢 你们时不时要搅拌一下 要不然它的底部呢 会烧焦 大致像这样就可以了 那现在我们把它盛盘 看一下它的肉 无论是色泽 嫩度 多一流 嗯 要是要让它颜色比较美 我们再撒上一些春花 这样子 就轻易完成啦 好 是不是觉得很简单呢 只是一点点的食材 配料就可以煮出一道美味的一道菜肴 留言告诉我 你会不会在家偷偷煮呢 好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